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剛剛已經有錄一段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如果說您要利用它來做剪輯的話 或者分割怎麼用 來你看在這裡 在這邊 那 您可以發現呢我現在錄好了 錄好了我的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我們剛剛做縮放的是這裡 對不對 這裡指的是哪裡 就是上面這一段 有沒有 影片的大小 那 時間軸 如果你錄很長 有沒有發現卷軸也會變很長 對不對 就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找這裡 從這邊去縮放我們的時間軸 所以它兩個縮放不一樣 這邊的是縮放這個時間軸 這邊的是縮放上面這一塊 好那你看喔 我點這個好了 點中間這個就 它會縮到可視範圍 這個 最右邊這個 那這樣我就知道 我剛剛錄了一分多鐘 有沒有 好那我們就可以檢視看看喔 好我把它打開一點 好你看 我在這個時間軸上面 我在這個時間軸上面 隨便點一下 它會跑出一個 指標 有沒有看到指標跑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看 我看看 剛剛錄的 前面這一段還好 到後面多錄了 好一分鐘以後 我不要 我移到這邊來之後呢 你可以從這邊 有兩種選擇 有兩種選擇 你看這裡有一個 這樣分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分開 那這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你選擇的是第一個 叫做分割 音頻 影片物件 什麼意思呢 按一下 有沒有一段 本來一個 一個物件變成兩個物件 有沒有變成兩段 所以我後面這個 如果不要 點到它Delete 有沒有就拿掉了 對不對 好 像這樣 因為我現在有聲音啦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四段嘛 可是實際上是兩段齁 兩段有沒有 它有 影片 影片跟聲音 對不對 好 那這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你是這個 這個就跟各位用簡報比較像 欸我剛錄太長了 我剛不小心講了兩個主題 可是我想把它分開 那怎麼辦 我在這邊把它按兩下 您注意一下 左手邊的變化 有沒有兩段 然後呢 後面講的要拿到前面 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 開始熟悉起來了 是不是像我們泡沫一樣 一樣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子 那 其實比較重要是說 你在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們 這樣編輯 你可以直接在裡面說放 我可以補充說明 比如說如果您錄的是 那個演講者的 畫面 或者是YouTube上的影片 那我可能後面補充我的講義的內容 你可以在這邊 把你的簡報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您看 我在這邊 是Live from 有沒有放PowerPoint 對不對 我可以從PowerPoint把我的 資料把它匯進來 把它匯進來 放在下面 我先會圖片好了啦 我先會圖片 我找一個圖片 來 Image 我們找看看 加 看看我們加有什麼 好 這個大家最常見的 好假設這幾張 OK我把它叫進來 好 進來 那如果您要把這一段放在那邊 我就直接把它 按右鍵 複製就好了嘛 我剪一下 拿到這邊 貼上 有沒有貼進來了 對不對 他把影片你當作是好像圖片一個物件這樣 所以你在做這些 內容的時候 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我可以跟我的 我的那些內容去做搭配 包括你的PowerPoint的也好 這樣就 比較OK 那麼 剛剛我們在匯入圖片或PowerPoint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選項 給各位 看一下 如果我找這個企額 這裡 要注入一下 要不要當成物件插入 你看我剛剛是沒有選 所以我進來之後啊 我的圖能不能動 各位記不記得我們PowerPoint可不可以設背景圖 請問背景圖可以動嗎 不行吧 如果它是當背景圖事實上不能動的 好那如果你把它當成物件就跟我們剛剛的那個什麼 剛剛那個影片一樣 它是可以互動的 勾起來 這個時候你看我進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它是可以動 它可以改變大小 那您就可以擺到您覺得適當的地方 擺到適當的地方 好那 這樣是不是 效果就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 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當然您如果 在這邊 我們 順便講一下 就是 這裡有一個 其他裡面 如果您想要 應該是素材這邊 想要找一些透明的那些圖檔啊 您可以搭配這個快速鍵 搭配這個快速鍵 您可以試看看喔 你看這裡 這個是我在我的部落格上有介紹的 搭配 PNG 跟SVG 那PNG是標準的就是我們的網頁上的 具有透明圖片的格式 那SVG呢 是HTML5以後 標準的項鍊格式 平常我們大部分都知道 Flash嘛 可是很抱歉Flash不是標準 不是網頁上的標準 只是因為它 比較多人用 那 現在標準的其實SVG 那你在找關鍵字字的時候搭配這兩個 通常 就比較有機會找到透明的 透明的 我們在這邊主要是用PNG 因為這個軟體不支援SVG 好所以你看喔 我們找 找找看 你透過Google找圖 好 我們找 好這個 TNG 有沒有加一個空白 那麼你點進去之後呢 有看到這個 恭喜你成功了 你找到的是 去備好的 不用再那麼麻煩自己去備 真的還是假的 通常我會比較 建立在進來裡面 直接把它另存 好你看我回到我這邊 插入 從圖片 好的 找到桌面上 這一支 那這個當然我要把它變成可移動了嘛 但我會比較方便用 好OK 進來 點到它 我先把它剪下來 放到這裡來好了 有沒有去備好的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除非您 是蠻喜歡做去備這個動作的 所以其實我們搭配適當的關鍵字 你找到關鍵字 搭配TNG或SVG 就很容易找到這種 所謂已經去備好的圖片 你要使用在簡報裡面 或者我們剪接軟體面 都會非常方便 好 那 老師知道 怎麼剪輯了吧 簡單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 你看一下 好 你點到不管你的大小 點到它 點到它 先在這邊 先把它的時間軸 時間軸這邊 您可以把它縮放一下 這樣你可能會比較容易看到全 全貌 那 好了之後呢 在這個 時間軸的這一條上面 稍微隨便一個位置點一下 那條線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 那您就可以利用兩個 一個是把 現有的影片 切兩段 然後呢 一個是把 影片 分割成不同的幻燈片 分割不同的幻燈片 那待會兒呢 其實如果說 你 我們這種方式是 純粹分成AB兩段 如果不小心你要的是中間兩段怎麼辦 中間這一段跟中間這一段怎麼辦 長人喔 重路比較快 沒有啦 其實它 你看到 這裡有沒有兩個耳朵可以用 這個是 脫曳 選取你要的視訊範圍 如果說你要的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就是要這一段 有沒有 這裡可以拉開的喔 我就是要這一段而已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剪裁範圍 那它後面那一段就不見 就是它會把那個 前後兩段就把它拿掉 因為 你有用脫曳範圍之後 這邊 會跑出來 有沒有發現 你看我沒有用的時候 我這邊如果沒有用 我把它收回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見了 對不對 好如果說你的是 某一段範圍要 或不要的 也可以用這樣 直接剪掉這一段 這樣就 不一定要分割啦 好不一定要分割 看您的使用方式 OK 來我把它還給您喔 你可以試看看 順便 試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關鍵字有沒有 PNG 或SVG 反正我們現在搜尋請 都很聰明嘛 你要的關鍵字 只有空一格 加上 PNG 或SVG 好如果您要找的是 圖檔的話 這樣會很方便 請進步 行 你 谢谢大家